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车辆可以代表一个人的身份地位 那么对于美国总统这样的公众人物 又是什么样的车才能彰显他显赫的身份和保护他的安全呢 先看看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座驾野兽吧 单单只是从车的名字就能听出 总统座驾无比霸气 确实如此 野兽以150万美元重金打造 长度为普通大型SUV长度的两倍 车身全部采用军用级材料 厚12.7厘米 车门厚约20厘米 超厚的车身也就让整个车身重量达到足足8吨 这样的重量级而且是超长的 不愧被称为野兽 作为一国首领 其座驾的安全性那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看看野兽的安全度又是怎样一个程度 所有的玻璃都是防弹玻璃 可以抵抗生化武器的袭击 除了司机的车窗可以打开 其他的车窗完全锁死 虽然车窗完全锁死 但里边配有完整的供氧系统 车子轮胎则是采用的凯弗拉尔轮胎 就算车胎爆炸 车辆仍然可以继续平稳前进 车身底盘可以抵挡炸弹袭击 油箱也有装甲保护 这样也可以防止油箱爆炸 这样一辆军事级的车辆 想必任何危险因素也不能威胁到总统 除了车身材质无比先进外 车内也是一切安全配置的东西 应有尽有 GPS追踪 卫星通信系统 灭火器 所有能够保护总统安全的东西 车内都有 就连大量的枪支也藏在了 总统的车身前隔山中 也受制不仅仅是位符合 总统身份和安全而设计的座驾 更多的是给我们展示了 无比发达的技术和先进的材料 相信总有一天这些发达的科技和先进的材料 会普遍运用于车辆中